你是我的荣耀番外24 林姐 我把宝宝提上日程了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笑闹归笑闹 两个人还是非常珍惜 能够相处的时间 小别圣新婚这句话 是非常有道理的 两个人甜甜的相处着 乔晶晶参加活动的地方 离于图家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乔晶晶要早早的起床 还好于图也是要早起的 所以乔晶晶还是吃了于图的爱心 早餐之后两个人分开的 司机来接乔晶晶 然后乔晶晶上了车 小猪和林姐已经在车上等着她了 晶晶 你今天好好表现啊 这个代言算是比较难争取的了 你的那位死对头之前一直在争取 最后还是选择了你 林姐与重心长的 对乔晶晶说 她还争取了 还是没有争过我 想当初 她那个男朋友和我家 于老师相比 实在是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乔晶晶一想到那个死对头 就觉得特别解气 行啦行啦 你也别太嘚瑟 再过两个月就是金马奖了 你今年的电影口碑 都是非常不错的 说不定有可能会入围呢 林姐想到这个事情 忍不住提了一嘴 嗯 希望我能入围吧 最好还是最佳女主角 乔晶晶 歪着头幻想了一下 对了 现在这部剧拍完之后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又休息 林姐忍不住叫了出来 你看看人家别的女演员 人家都是怎么做的 人家都忙着各种曝光 参加各种类型的综艺活动 你说说你倒好 不参加综艺活动就算了 电视剧还就每天拍两部 乔晶晶眨了眨大眼睛 眼神中透露着无辜 看着林姐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可不是你的粉丝 我不吃你这套 林姐叹了一口气 自己带出来的人 怎么就这么不思上镜呢 我这不是想着这部剧拍完了之后 我养养身体 该给我们嘉宇老师生个宝宝了吗 我嘉宇老师已经年纪不小了 我们的高中同学很多孩子 都快上小学了 我怕再过几年 我生了宝宝之后身体不好恢复 到时候你会更加发愁的 乔晶晶说的非常认真 证明着她的真诚 哼林姐冷哼了一声 哎 我也是拿你没办法 当初你说要事业家庭兼顾的 现在你的重心都已经发生了偏转了 哎呀 我也是在事业上有追求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的我更加追求剧本的质量 我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口碑 可不能随便砸了 行吧 你嘉宇老师同意你要宝宝了 林姐其实更加好奇的是这个问题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她 等我快拍完这部剧的时候再跟她说吧 反正要宝宝这件事情急不得 得顺其自然 乔晶晶跟林姐很认真地说着 确实是急不得 我答应你暂时不给你安排工作 但是一些活动你还是要去参加的 乔晶晶都这样说了 作为她的经纪人怎么可能不支持她呢 沟通过后他们的目的地也到了 乔晶晶收起了她的慵懒 摆出了职业性的微笑 面对媒体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